我已經在戰爭 我沒有想要再做一件事 我還有七個孩子 我並不願意讓他們離開父親 好久不見的好萊塢巨星 梅爾吉伯遜 2000年的代表作《決戰時刻》 講述劇中兒子被大曲入侵的英軍所殺 因此不願再當沉默的農夫 為了守護家園 加入美國獨立戰爭 經典戰爭電影這次再度搬上 AMC電影台 讓觀眾回味無窮 我試著說 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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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電影不只《決戰時刻》 另一部關鍵下一秒 是九位在大螢幕現身的巨星尼可拉斯凱吉 在劇中扮演能預知並改變未來的男子 精湛演技讓觀眾透過這部神劇過足了癮 現在 撞槍槍 一步接一步的好萊塢經典好片透過中佳寬屏第69頻道 ANC電影台的播出讓觀眾看得欲罢不能這也是當初 ANC電影台在上架有限電視後對頻道的期許與要求 比較多以前大家可能在八九年代比較耳熟能響的一些動作 好萊塢的動作劇新的一些電影或者是一些其實已經消失在螢幕滿久的一些經典作品 我們將它重新找出來 我們也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排播的方式 能夠去找回過去大家可能每個週末在家裡面守著電視等待的電影首播或直播的那樣的興奮感 來自美國有線電視全經典電影台 ANC頻道早在2015年時就引進台灣 當年播放的美國影集像是《殷失錄》與《絕命讀詩》等至今還是讓觀眾津津樂道 如今隨著時代變遷因數位串流時代的來臨 ANC電影台持續在節目內容進行規劃與調整 除了有歐美的電影之外其實我們也都不排視像是台灣或者是其他亞洲地區的一些電影的作品 我們其實也在過去幾年都有特別為了整個亞洲地區的一些節目內容做一些調整跟規劃 我是81歲的年齡 我已有約一萬億的民眾 我已經在辦公室了62年 我已經在辦公室了 我已經在辦公室了最長的聖書 不只推出的影片劇情精彩 同時也是一般數位串流平台上比較少能看到的 ANC電影台信心之處還不只如此 依照收視率和觀眾反饋 每個月規劃不同的主題內容 就是希望以最高規格推出最精彩眷勇的影片讓觀眾欣賞 以前到現在我們每個月都有推出自己的主題 比如說以9月份來說的話 我們9月份的主題叫《胎戰時刻》 那《胎戰時刻》顧名思義就會有一些是軍事戰爭的電影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動作片 災難片 包括像是艾爾吉伯遜的《決戰時刻》 那像是《威勒史密斯》的《地球過後》 是比較科幻的一些經典的動作電影 那其實我們每個月通過每個月的策長 我們是希望能夠傳達我們這個電影台的理念 跟一些想法跟觀眾交流 過去以好萊塢動作片起家的NC電影台 雖然以往觀眾群以男性居多 但隨著今年加入中加寬頻有限電視第69頻道後 擴大收視族群將推出更多親子類型影片和劇情片 滿足更年齡層觀眾對NC頻道的期待 我們在今年也加強了女性觀眾 可能比較新鮮的親子電影 動畫電影 我們也即將在9月份會排播來自日本的動漫電影 那之後也會有一些知名的美國影集 陸陸續就會在NC電影台上會排播 各國精彩影片不露階 第69台NC電影台上架中加寬頻有限電視系統台後 承諾持續深耕台灣市場 帶來更多適合合家觀賞的好片 讓台灣觀眾享受更多高品質的節目內容 記者綜合報導